啊啊啊 抓去已經四五歲的孫龍魚 山上吃的是特別有開辣 讓每天照顧它的主廊全建範也抓不刪掉 孫龍魚因為沒有骨肉肉 其實很難吃 也會出市場價格都騙館 卻它完熟到頭髮的虛仔 全建範五年前看好自己家鄉 鄉樑婆婆的水之後 就決定回到鄉樑村 鄉宇新龍魚用手工做 在退伍出來 然後看到電視大陸那邊 有在養那個群龍魚 我是從電視看的 在台灣的話 應該養這個還不錯 然後我就是慢慢慢慢開始 有一點點錢 我就慢慢蓋慢慢蓋 然後 當初也是有一點損失 損失了差不多也有五六十萬 可是 其實那時候也想放棄 也想要放棄了 可是重點是我爸媽都已經講說 居然你都已經蓋了 東西都已經建好了 那為什麼不要再認真下去養 就是從那個時候 我就開始慢慢去 別的廠 看他們怎麼去養 提供這行事業 協助川民在地酒業 平地的價錢一定是 比山上的來低 因為肉質的關係 所以可能平地的話可能會 比較便宜的一兩百塊 可是山上的話可能 一兩百塊以上都有 當然是我們要說有願意的 那我們才跟他們說 那一起加入這個行業 對然後就是說 加入這個行業以後 然後就是說做自己的 但是我技術還是會 跟你們去做一個配合 對對這樣子的養殖方式 這次真心不穿是大雜蟹了後 現在有越來越多人 選擇在山區最一親戚的所在 是順領魚 可能的都是山區一家雲差大 可以讓肉質Q大清底 這才可以先為山區基民 創業的參考 記者見面前 蔡坤報道